雲林斗南有民眾看到自家門口種的菠蘿蜜樹已經成熟了 所以原本打算摘下來吃 可是沒想到隔天發現這門口的菠蘿蜜一口氣少了非常多顆 於是乎還掉監視器 他看到有人在偷他們家的菠蘿蜜而且接連偷 所以屋主林先生真的氣炸了 畢竟一顆菠蘿蜜市價可以賣到七八百塊錢 別人說偷就偷 警方表示了偷東西屬於公訴罪 所以會依照這段監視器畫面 通知了偷東西的民眾 道安說明 民眾白天騎著機車來到私人菠蘿蜜樹前 左右張望後發現沒人 竟直接拿出準備好的塑膠袋 拿起水果刀直接採收別人家種的菠蘿蜜 好大一顆放在踏板上準備好的籃子裡頭 沒想到晚上又有其他人來摘 男子同樣見四下無人 也拿著袋子偷走菠蘿蜜 影片曝光讓原主起炸了 菠蘿蜜樹是榆林董南這位林先生種的 一年生長一次 近期進入菠蘿蜜產季 樹上結石雷雷 原主表示之前就曾經被偷過 因此在樹木周邊假裝監視器 甚至還在菠蘿蜜果旁 特別貼上錄影中告示牌 希望民眾有所警覺 但沒想到大家根本不甩 還是照樣偷摘 而菠蘿蜜一斤市價約二十六元 一顆大顆菠蘿蜜 也有三十到四十斤左右 市價大約八百元上下 警方網路巡邏時 也發現民眾在網路 抛出菠蘿蜜遭竊文章 隨即到場拍照存證 警方表示偷竊屬於公宿罪 將會依法偵辦 也提醒民眾看見路旁樹上過失 可別隨便亂採 如果是私人種植偷摘恐出發 警方忠誠與您報導